安安呀 在上一支DST的影片中 我們詳細的和大家介紹了熔岩 今天又來和大家介紹打熔岩最常見的方式 也就是建立在一線天之上的基本走位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和所有DST的BOSS一樣 熔岩最麻煩的也是生小怪的部分 因為熔岩從被設計成在出生之後 會追著距離他最近的目標 直到目標或自己死亡 所以可以看出來 熔岩最開始的設計 應該是在多人遊玩的情況下 由一個人去負責拉著熔岩蟲跑 讓其他人可以在不被熔岩蟲干擾的情況下打熔岩 不過現在無論是多人還是單人 我們都很少看到別人這麼做 而是普遍會用俗稱一線天的這個裝置 來阻礙熔岩蟲 一線天和我們之前講過的月台檔生物的那些原理一樣 是利用生物的巡露機制會主動繞過圍牆 但是卻會把建築視為可以穿過的地方 導致在巡露的時候被建築物卡住 當我們要蓋一線天的時候 必須先觀察熔岩周圍六個岩漿池的位置 熔岩的重生點通常都在中間的岩漿池旁邊 而中間岩漿池 離周圍五個岩漿池的距離是有長有短的 如果我們把一線天蓋得太遠 熔岩很容易打到一半飛走 但如果蓋得太近 又很容易讓熔岩蟲繞入進來 所以在周圍沒有被任何的海邊卡到的情況下 我個人會推薦這個位置 因為如果把一線天蓋在這個位置 剛好能讓這些岩漿池形成一個V字形 這樣熔岩蟲在巡露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從外圍的部分繞進來 確定方向之後 接下來可以先測試一下熔岩能夠飛到的最遠距離 然後在這邊做個記號 避免等一下走位的時候打到超過 在確保自己有足夠的走位空間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在這邊蓋一排牆 用來隔開我們的戰鬥區域 然後再靠近這兩個岩漿池的部分蓋一個木牌 分別防止比較靠左或比較靠右的小蟲蟲 從最外圍的部分繞進來 木牌的蓋法和木牌卡路一樣 木牌必須要對準放在牆點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可以先拿牆對一下要放木牌的位置 然後在我們要放木牌的這個位置 左右第三格的地方先放一個牆 接著拿木牌來對這個中心的位置 應該可以找到一個 中央可以放木牌的地方 如果木牌有成功放在牆點上的話 應該左右兩邊都可以再補上一個石牆 這樣子就是成功了 因為官方調整過木牌的碰撞體積 所以在現版本裡面 木牌只要稍微歪一點 就會害旁邊的石牆蓋不上去 大家在蓋的時候可能會需要多試幾次 接下來把中間的石牆補滿 外圍再補幾個石牆 防止熔岩從推擠或繞路進來就可以了 完成之後大家可以先自己試試看 假設我們的角色現在在戰鬥區域那邊打熔岩 這時候熔岩從會從岩漿池 往我們所在的位置走去 那麼你只要讓角色站在岩漿池旁邊 用鼠標點擊 我們正在打熔岩的那個區域 就能夠知道熔岩從會不會 尋路從邊邊繞進來 還是會正確的卡在木牌上 不放心的話每一個岩漿池都可以試一次 我們走位的位置必須要控制在這兩個木牌之間 因為DONSTOP的生物會優先選擇距離最短的路徑去走 所以如果我們走超過這兩個木牌的話 外圍岩漿池的熔岩蟲可能會覺得從外面繞進來比較快 所以一定要把走位控制在這個區域裡面 如果對走位沒有自信的話 就會推薦再把一線天蓋得更長一點 但如果一線天蓋得太長 可能會讓我們一開始很難繞到安全區裡面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從中間打一個洞 讓我們可以從中間走進來 等到熔岩血量達到80% 跑回去生蟲的時候 我們再把這個圍牆補上 完成的一線天大概像這樣 順帶一提 又來擋熔岩蟲的木牌左右兩邊的石牆 絕對不能夠蓋成菱形的 雖然他們同樣是三格牆的距離 但是因為斜角會比邊還要寬 所以這樣子蓋的木牌 會讓熔岩蟲在推擠的時候直接穿過 就算一線天真的不小心蓋成了菱形的 木牌的左右兩邊這兩顆石牆 也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蓋成方形 在打熔岩的時候 雖然我們有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讓熔岩停止暴怒 不過通常還是建議準備一隻牌銷 熔岩的走位難度算是非常高 因為熔岩有一個邊走邊打的設定 所以不像大部分的生物 我們可以打保守一點提前走位 而是必須要抓準熔岩攻擊前的那個時間走開 但就像索爾的走位教學一樣 因為像是角色攻速 跑速 來回所花掉的時間 都會影響我們能夠打熔岩幾下 並沒有標準的能夠打幾走幾 特別是熔岩沒有辦法保守估計只打幾下 所以走位的部分比較算是一個硬技術 只能夠靠自己練習去抓那個躲熔岩的時間 不過還是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麼打的 我個人在打熔岩的時候是用羽術數到8 之所以不算秒數是因為 人在緊張的時候羽術會不自覺的變快 越數越快之後走位就會失敗 所以我個人是用我緊張時的羽術數到8 每個人數的次數可能會不一樣 像貝極熊他就是數到6 再來就是以我自己的習慣數到8 如果是完全沒有加速的話 是大概8開始的時候就要躲開 如果有加速的話可以打到8整 如果是像我們的入門系列有騎牛的話 可能就要8在後面一點點 我知道講這些對大家也沒有什麼幫助啦 總之還是得靠大家自己練習 找到自己熟悉的步調去躲他 剛開始學的時候會被打爆是正常的 畢竟我也玩這遊戲3、4年之後才有辦法打 而且每過兩三週就必須要練習一次 否則下次要打的時候就會被熔岩打爆 在熔岩生完蟲之後 因為我們距離他非常遠 所以他飛回來要打我們的這一下 一定會是邊飛邊打 所以通常第一下我們可以選擇直接貼上去打 不過這邊也有一個應用小技巧 就是在他準備發動攻擊的時候 拿遠程武器丟他一下 讓他產生被攻擊的時候的動作 這樣他就會停下來 讓我們有機會可以躲掉這一下 不過這個司機比如何走位熔岩還要困難 我自己練的時候幾乎沒有成功過 在熔岩暴怒的時候 如果反應速度沒有這麼快的話 可以考慮讓他離一線天遠一點 然後先進行一次三連拍 在他三連拍的時候吹牌銷 當然如果反應夠快 或者是有辦法注意他最後一隻小蟲蟲要死了沒的話 可以在他生氣的那一刻立刻吹牌銷 在熔岩完全睡著之前 如果我們直接打他的話 只能夠打一下就必須要散開 等他完全趴下的話可以打二到三下 但是這樣並沒有比較好 因為在他還沒有睡著的時候 打一下馬上跑開 一定可以躲開他醒來之後的揮手一下 但如果等他完全睡著 就變成要打二到三下 很容易提前走或太晚走被他打到 如果一個人打真的太硬核的話 不如就去找隊友幫忙吧 要有一線天的狀態下 如果玩家數量加起來最少有三個威爾森的攻擊力的話 就可以考慮換成戰爐的方式 當然大家的武器都不能夠拿得太爛 至少也要是綠色的火腿棍以上 為什麼說三個威爾森呢 因為如果你只有兩個人的話 也可以選擇一個大力士去代替兩人份的輸出 這樣即便只有兩個人也可以嘗試用戰爐的方式 不過當然人還是越多越好 人少的話就是要承受更多的傷害 三個威爾森的攻擊力通常能夠在開戰之後 不久就把熔鷹打暈 甚至中途還可以打暈第二次 有打暈熔鷹的話 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整個團隊受到的傷害 不過當團隊決定要用戰爐的方式的時候 就必須要記住一個重點 就是不要慫 只要有人沒有持續輸出的話 團隊整體承受的傷害就會增加 所以在開打前最好確定 每個人都有可補充的防具和食物 再來就是防止熔鷹暴怒的部分 拍銷請一定要交給不會卡頓或網路延遲的玩家來吹 沒有隊友的玩家也可以到 Don't Stop交流群裡面的 招兵買馬頻道 找短時間的打手來幫忙 群組的連結會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如果真的要一個人打 但又不想要走位這麼難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在之前的一支影片中和大家分享的汪打卡打法 同樣影片的連結會在下方資訊欄和右上角的資訊卡中 最後 在熔岩蟲會卡住的這兩個地方 我們可以加裝雪球機來達到刷原石的效果 不過這麼做很可能讓熔岩蟲比預期的更早死掉 也就是在這波蟲死掉的時候 熔岩就會提前進入暴怒狀態 反過來說 加裝了雪球機之後 就可以避免熔岩才打了30秒 又一直飛回去身心的蟲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浪費我們的時間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的熔岩一謝天基本走位的內容 如果大家對沒有一線天要怎麼打熔岩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參考Nelson的頻道 在他的頻道裡面有製作了非常多 我根本就做不到的高難度boss挑戰 像是不要一線天打熔岩啊 不要用排消解除熔岩的暴怒模式啊 之類的 那麼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想要關注更多Don't Stop Together的資訊 並不妨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小鈴鐺 也歡迎加入會員支持我們 感謝各位 麻辣勒